现在我就录了 给谁的声音讲到很大声 你们看一下,我讨论到alphabarticle alphabarticle是氦的原子核 因为氦的原子核里面有两个proton 所以同学,氦的电话是这样 mess of alphabarticle,他给你4倍的mess of proton 所以我先用符号,就是mess alpha 等于是4倍的mess of proton 所以试乘它,那就是因为mess of proton 我给你这边,这个是常数 所以你放心,你只要懂它的意思,你会懂 所以这个是常数来的,这个是直指的质量 所以它给你质量是它的4倍 那charge of alphabarticle,它说是 两倍的charge of proton 是因为alpha里面有几个proton? 两个,你记得我讲的吗?两个 所以它所带电量变成是2乘上1 它的q变成是2乘上1 你看它的题目呢,它的题目非常好 它问你哦,你看中文这边,过后你可以看英文 它说呢,比较alpha粒子是受到电厂力和重力的大小,说明重力能否忽略不计 那意思是说它要你compare compare什么? Electric force and the weight 哈,用你去compare 所以这边我写的那个英文 compare the magnitude of the electric force exert on the alpha particle with the weight of the alpha particle 然后呢,看我们要不要 ignore 所以我们去算咯,好同学 Electric force的公式是F 你Q乘上1 Q乘1 那1的话是电厂的强度 我们可以算的,因为它给你两个black之间距离 跟电压 所以potential difference是500 两个板之间距离10cm的0.1 所以你就算出来 这个是电厂的强度 所以的话你就可以算出来 F等你Q1 那你的Q是这个 你不要忘记那个2哦 刚才我讲的是因为 alpha particle是两个proton 所以一个proton所带电量是E 两个就是21 所以2乘3 这个1.6乘10-19 那这个是电厂的强度 OK,你们就算到这个值 那重力功是什么? mg 所以mc给你是4倍 它给你4倍 你的质量 你的质量 所以你个4乘上它 4倍 那g是9.8 算到这个 所以你看这个是10-15 这个是10-26 ceta Electric force比较大,对不对? Wate比较小 所以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Wate of alpha particle is very small if compare with the electric force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ignore 那我用数学式子写的话 是W元小于F 我的这个F就是Electric force 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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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就这样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算的时候 那个电荷 两个平行板 你们看那个第七章 我讲到那个题目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去考虑到重力 是因为重力很小 如果跟我们的电场力来比较 这个Electric force比较 所以我们可以ignore 就是这个原因 这里是 他回到这个题目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看他问你的 alpha粒子的加速度是多少 在电场中做何种的运动 所以这个后面 那个是Describe the motion of the 那个我们的那个alpha particle 它的加速度是等于多少 给同学 你要用什么? 你看我从前面 从前面开始写的 还记得我教这个吗? 我说你一定要配这个 你对不起来这个啊 F等于是QE 这个就是Electric force 那么这个Electric force的话 你可以写成等于MA 这个是Newton调定力对吗? 你就这样拿这两个公式相等 你就可以找到A 那QE除M 不要忘记那个Q哦 那Q是两个的质值 所以是2乘3 1.6乘10-19 刚才我讲的是 alpha particle进去 不是电子 所以你要注意 所以如果考试他要考特别 他就是拿给你另外一个particle 他不会拿给你parton 不会拿给你electron 就像这里alpha particle进去 所以你要有一个2 没有这个2 就错完了 那E是刚才你算到的 OK M是什么呢? 当然是alpha particle的质量 OK alpha particle质量 在这里的哦 这边 质量 OK 把它带进去 质量 OK 就可以算出它的加速度 后还要你describe the motion 我这边写Initial velocity is zero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看它的题目 是什么 题目是什么 那我讲到的 由禁止开始 所以它等于start from rest 所以它的Initial velocity 是0 刚开始它的加速度是0 因为它给答案 这样我们就来模仿它 把答案写得比较准一点 Initial velocity is zero 然后 it starts to move with the constant acceleration 从禁止开始 它就加速度运动 过后 你要去算出来 你的alpha particle 打到negative flat的时候 它的 manitube 点多少 manitube of velocity 那边要写manitube 我把它照样写咯 所以你就用刚才我们写的一个 是work done by liquid force 这是我们的公司 kinetic energy of the alpha particle 的2分cmv平方 这两个相等 其实是能量守恒东西 你以为罢了 一样 你看这里本来是有2 因为这里是2分cmv平方 你要v 对吗 把2带过去 m带过去 所以这里有一个2 出现在里 但是这个Q 是2×1.6×10-19 你不要忘记那个2 你忘记这个的话就完蛋了 那b是两个板之间定压 这是它的质量 那你就可以算出来了 ok 那另外一个的话 它问你 用另外一个method 来的 就是我这里是用功能原理 那就是work done 把electric force f乘上它 我的electric force就是 这个 Q乘上E ok 我带进去 所以这个是我的electric force 那么我的意义呢 是这个 这个是它移动的距离 因为那个板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板之间的距离是 10cm 从这边跑到这边 因为它问题目 是告诉你的话 你的alpha particle 从这边跑到这个负极板 它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的话 那个距离是0.1cm 听说吗 0.1cm OK啊同学 就这样子咯 那这个的话呢 是我用功能原理 你们去看力学课本 我力学课本 都是在学校 我都没有带回来 总之是功能原理 功能原理 有一个公司是 你的work done 等于是chain in kinetic energy 那么一开始 是初速等于0 我这里U 我是用小U 没有用大U 大U是我们的 Electric Potential Energy 不要弄错 这里U 是Initial velocity 小U 那这个的话 它start from rest 所以这项等于0 所以的话 你就用功能原理 手作功 等于是动能的变化 一样 都是一样的答案 跟上面是一样的 OK 好 还有一点吗 这个题目看完了吗 OK 所以这个的话 就算完了 好 同学有问题吗 要问 有问题要问吗 嗯 没有 那这边的话 你们自己看了 因为类似的 因为我觉得很好的 你可以看到它就写出来 这里 OK 这个是 签线到Project Motion 所以你不要紧张 你尝试看看 同学 因为我给 我给你们讲的很多了 所以应该够你们用的 OK 这个是 世博器 CIO 你看它的题目很多 那 好 这边的话呢 这个 这个 静电 导体静电 平衡状态 OK 那 这个部分 你看一下 我们的影印本没有 我的笔记 我也是没有放 因为这本书它有放 所以我也是担心说 它会烤嘛 所以我就把它放进去了 好同学 这个红色线呢 是电厂来的 这整个是金属板 那我们的METAL METAL 导体啊 里面一定会有一个FREE ELECTRON 是有一个FREE ELECTRON 所以它这里就告诉你 导体内部 可以自由移动的电荷 当导体在电厂内部 做一个无规则的运动 没有一个定向 但是你一放电厂以后 电厂这个题目啊 是向右 对哦 那这个EO呢 是外加的电厂 对外加电厂 那么的话呢 里面的话呢 这个自由电子 当你外加的时候 会跑到右边 为什么 为什么会跑到右边 不是右边 左边 左边老师 为什么 因为是自由电子的物电 反方向啊 对反方向 它会跑到这里 它这边告诉你哦 它会跑到这里来的 OK 那跑到这里的话呢 变成这边的话呢 变成是一个负的 很多 OK 跑跑跑跑这边 因为受到这边的作用 所以它这里又给你了 受到电厂率的作用 最后倒起的话呢 变成是有一个规则的了 规则的 所以这边还有讲的 所以换这里 把一个不带电的放进去里面 加一个外加磁场 这EO是OUT的 里面自己哦 它也会形成一个电厂 所以你们看这边E' 里面也会形成一个电厂 因为 导体里面 导体哦 conductor里面 有proton 也有什么 electron嘛 对不对 不可能只有electron 没有proton嘛 对不对 所以里面的话呢 它的正电荷的话呢 跟负电荷本身呢 会形成它们自己内幕的 一个电厂里面 所以这边它写E' E' 那么 外加你继续供应给它 里面呢 它就会形成了 那么形成到最后什么 里面它的电厂就会等于零 是因为 这个跟这个相等 当它这个相等的时候 它处于 静电平衡的状况 这边全部有写到的 这里哦 导体两面出现正负电荷 产生 以EO反向相反的电厂 电厂电厂是里面的那个线 所以它们会不断的减弱导体的 那个电厂 最后它变零 当它变零的时候 它就固定了 你的自由电子呢 不会再发生定向移动 它就停下来了 固定在这边了 所以固定在这边的话呢 变成是里面跟外面相等 最后一等于零 所以为什么导体里面的话 它没有电厂就是这个原因 你看 处于 静电平衡状态的导体 内部的厂墙度是为零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里面有阵有阵有阵 有阵有阵 它自己形成一个电厂 外面又有一个电厂 全部抵消掉了 所以内幕话就没有 因为它都有受它的影响 那这个话等直面 已经讲过了 你看这边 这个很特别 那这个话形状是均匀的吗 没有均匀哦 对吧 所以你看这边 这边电荷特别多 所以我们讲 电荷的密度呢 很大 这个地方 非常的大它的密度 对 这里导体上的一个电荷 所以这条线细线 全部是 我们的 Equal Potential Line 那这个红色线是 Electric Build Line 所以红色线 你看这边密集比较多 所以同学 这边的强度很强 这边比较弱 这边还可以的 这边的表露不要散开了 OK 那过后要讲到什么呢 要讲到 任意导体 不论它的 是否有没有带电 放入电厂里面 它就会变成是禁止的情况 禁电感应 而在导体呢 出现不同的电荷 所以它会有这种现象产生 导体内部没有禁电荷 这个禁 是Net 在导体内部里面呢 没有Net Charge Net Charge is zero 电荷全部在哪里? 外面 表面 那如果内部有禁电荷 导体内部的电厂 不可能为零 那么它呢 会自由移动 一直在动 动动动动 动到最后没有了 大家都是一样就停了 所以在导体外表面 尖端的地方呢 电荷密度很大 凹的地方也是很大 所以的话呢 尽量弄成平滑 这个尖端作用 还有这个 我放英文在这里 我上网去找 然后同学 你可以看到 我放YouTube这边 你们去看 这个的话呢 这个很好解释 为什么它 禁止的一个情况下 这里 里面没有电厂 尖端作用的话呢 是在尖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边 尖端的地方 你的尖端作用的话 是很特别 在那个地方的话呢 它的电厂是非常强 它可能会产生放电 放电 所以这边的话呢 是笔记里面全部没有 同考课本里面有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们讲 这个Poichage尖端 所以像这个 就会有尖端的作用 这个呢 比较不会 因为这边的话 密度是非常的大 就会有一个尖端作用 它们呢 就会放电 所以如果你呢 去碰 你就会感觉到 触电的情况 OK 所以的话呢 是有电荷呢 放出来的 这边全部有讲 那这个电离是什么意思呢 它会把 因为这边尖端作用 它电荷密度很大 它会把呢 周围的空气 形成离子 电离的作用 OK 本来是中性哦 它就会变成是离子 所以空气分子 那只有尖端的地方 才会有这种的现象产生 OK 所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带电离子在一个 墙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高速运动的话 还撞击 它就会有带电的一个情形下 那 这个 好 这边的话呢 是 corona discharge 你们可以这边看 它是 我的中文是写在这里 喂 这在上面的 好 那这个的话呢 这个 修定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里的话呢 意思说是 你看 这边呢 你们去看video 它会有洞 所以同学 这个里面 是金属人的嘛 里面完全没有电厂 外面有电厂 里面的完全没有电厂 所以它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 一个 修定的一个情况 中文写在这里 喂 找了一面呢 你看看 我明明有放咯 哇 是另外一个面 哦 少了另外一个面 关系 等下我会夹进去 给你间断 作用的一个部分 那边的话 你们懂这样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你是导体的一个情形 如果电荷呢 它都会有作用 然后这边的话 然后我讲到 你的Corona Discharge 的一个情况 那么 它会Ionize 就像我们的AIR Trotting 它变成是 带电 所以换的是 如果这个 我们的Corona Discharge 的一个间断的一个情况 电厂是很强的 那么 它就会成为 一个很大的 电厂 所以你必须要去控制 没有控制的话 没有控制的话 就会有出电的情况产生 所以 这里 就给你了 我们的这个情形 Cathory Radio Transmitter X-ray 全部都会有这种情形 就放电的一个现象 所以 这个是它的应用 你们可以自己看 这个只是我加给你们看 因为让你们知道 这东西 然后 我讲了刚才 你上网去看 然后我已经放这两个 好 有没有问题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是一种现象 不了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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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考就好了 蛤 老师 你下面放的那些英文 对 你下面放的那些英文 好像Corona Discharge 同考的课本有的吗 就是有啊 就是因为有啊 我就是等下先啊 这个部分 我还以为 我已经换进去了 这边有 我可能还有一个面 我还没有印到 有的 他就是有讲 但是他提出来 但是我怕他出选择地 等下你们不会嘛 所以我就放那个英文的给你们 他的课本里面有的 等下我拍照给你们啊 直接啦 我现在拍照也是可以的 OK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我少了一个地方 我还以为是我有放进去的 我还以为是我有放进去的 有没有问题 Colona Discharge 叫我什么名后华语 叫做 电端放电了 电什么放电 放电 对 我拍给你们看 因为那个部分 我还以为是我有放的 我拍给你们看 你们看那个group里面啊 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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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我已经放进去 因为我有印出来 OK 你们看一下 没事没事 课本里面有吗 不要紧了老师 我原谅你啦 下次注意一点 漂亮 你们看到老师 准备多了不得了 那天用差几多跟课本 我都怕了 看到没有 谢谢老师 你们看到他有写 在高业电线附近 也会出现通过 空气中离子放电的现象 叫做Colona Discharge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放电 他说呢 你的书的电压 电压线的表面呢 要加工 要非常光滑 各种的零件部分 也要制作成一个表面光滑的球 它不可以集中 你一集中的话 你有尖端的地方的话 那个Touch的话很大 所以的话 你一碰的话呢 就马上出电了 所以你光滑分布的很好 听懂吗 看到吗 那个我给你看的那个 你们的那个group OK啊 你看他提出来一句话不了 我是怕选择提它出啦 所以的话 可以看到那个壁雷针 我们用的这个原理咯 因为有静电的情况产生 那么静电怎样排除的话呢 就是如果没有的话 集中在那边 你的那个Touch density很大 它就会放电 放电会产生火花 然后呢 你们去看这个YouTube 这边 这个这个 我忘记是第几个了 我看了哦 这个还是这个 我忘记了 它就给你看那个火花产生 这边 它全部讲英文了 所以你们看刚刚好了 有没有问题 今天到这里 有啦 是我有 OK 老师你拉上去一下 你刚刚讲 呃那个 你拉上去一下 你拉上一点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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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里 你拉上几个slide 几个 自己里面会 你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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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拉上去 那里 有岩石 啊 那电电平衡啊 嗯 它不是有那三个图 对 然后那个 它里面的那个 自由电荷哦 它跑到去左边 之后它讲它自己 会形成一个 那个电厂嘛 对 对 啊 还有一个外部的电厂 还有它里面它移动之后 它会形成一个 新的电厂 这样形成了这个 新的电厂之后 为什么它里面的那个 电子哦 它不会 再往右又再走 因为还有一个新的那个 电厂哦 不是 哇 你跑跑跑到 已经达到maximum 它就会停下来 要讲讲讲 这边 它讲啊 因为它现在要上华语 那个tut 这个华语 又听不懂啊 哈哈 回来上你的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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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我先 老师我想问 你们看这边一下 里面哦 有一个只有电子 它受到电厂作用 它反向运动 对吗 对 因为你的电厂是像 右 右 然后 你的那个的话呢 你的电厂是像 左嘛 因为你要跑到那个 反方向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它会出现 复 然后呢 一个是 这里 形成 负 这里形成正 那它的电荷分布的情况 一个正一个负 在这里的话呢 它里面的电荷 电荷跟电荷之间 会形成一个电厂 那个电厂就是 这个题目所讲的 是E' 对 对 那电荷一直跑吗 跑跑跑跑 最后没有了 它就固定下来的 它固定的话 里面的电厂就固定了 但是的话呢 它什么时候固定呢 就是这个电厂的强度 跟外面那个刚好相等 所以变成形成的话 里面的话 它的内电厂 变成是等于零 它写在这里 你慢慢可以看 这里 OK 导体两面出现 导体两面出现 与这部位和方向相反 它的电厂先用虚线表示 这个电厂 与外电厂叠加 使内部的电厂呢 会减弱 因为都有作用嘛 外跟内都有作用嘛 所以它会减弱 那么只要导体内部的电厂 不为零 自由电子会继续向定向移动 固定的方向移动 移动到左边 所以导体两面的正负电厄 会继续增加 导体内部的电厂 会逐渐呢 就会小弱 因为你呢 越向那边的话呢 你的电厂就会越越小弱 因为你的电厄越多嘛 所以它抵消就越来越大咯 直到导体内部 各点的核电厂等于零的时候 它的电子呢 只有电子 不会再移动了 刚开始它动嘛 一直动 一直动 跑啊 跑到最后 它停下来了 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老师这么继续增加内部的电厂 会进一步学过 因为电子是自由的嘛 你有多少个电子 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马上全部的吗 假设我有100个电子 我不可能全部一百跑出去 可能我还有一部分 你先走 我后后再走嘛 对吗 所以它跑到最后 它才会停下来的 停下来以后 那个时候的话呢 刚开始是 它的那个负电荷在左边那边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如果负电荷呢 在左边越来越多 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AB这个部分 那这个CD这个部分 变什么 越来越多震 因为全部副跑到那边去了嘛 对吗 所以这边的话呢 它的电厂的话 就会形成了 这里面内部的 那这个话 内部的电厂 是Charge Particle 形成的 外部是你加给它的 EO是你加给它的 所以当你把它弄到最后的话呢 它里面的话呢 已经减落它的电厂 就没有了 它就停下来了 这时候电子呢 只有电荷 电子了 不会再动了 这个时候叫做 进电平衡状况 在导体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解释 为什么导体里面 它的厂的强度等于0 你不管用什么导体 最后还是等于0 刚开始它就会有 过后等于0 在导体里面 發生了 我应该读到 它是一派 你这样的东西 我应该读到 我应该读到 有些东西 如果是 我应该读到 那些东西 可以读到 那些东西 如果是 我应该述 你这样的东西 我应该读到 你这样的东西 你们看那个group里面第二个的图形 第二个的那个图形 这个下面的 所以这个的话是你可以看到 它画给你两个 一个是电厂对R的关系图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 你的电荷的话全部在它的表面罢了 它里面没有 所以它的电厂是等于零 那意思是说导体里面呢 不会形成电厂的 这个就是它提出来的 所以的话电厂只是在表面罢了 所以这边是等于零 明白吗 你看那个手机那边 我有拍照给你们那个 这个的话应该是在前面的 应该是前面前面的 我要去看另外Applephone的 那个slide那边才会有的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同学 你们走这样就好了 总之是 里面内部呢 没有厂的强度 对金属来讲 全部是表面罢了 所以同学你看啊 假设你今天驾车 车子可能是一部分用金属制造而成的 打雷或者是你走动 走动的话呢 是你的车子的身体 车身跟空气有产生摩擦 你觉得会产生静电吗 会不会 会产生静电对不对 但是那个静电的话是在表面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话呢 车子的表面的那个电 跟我们讨论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它里面的不会有电厂的 就是跟这个一模一样 你去看这个 我试试看一下开视频你们会看到吗 如果我按这个视频的话你们会看到的吗 当然 可以可以 你直接click老师 你已经set as link了 你直接click 你end edit 有时候可以进去 进不到 open hyperlink 刚可以开得到吗 老师如果你看得到我们看不到就是你要在shadow 可能呢 我不懂 你有开到吗 我不知道 看一下 有转吗 你们的画面看到什么 我们的画面 没有看到 有看到吗 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 我不知道咧 没有 没有哦 按share还是一样不行啊 有看到吗 在转啊 有 黑黑的 有了 黑黑的中间白白的在转 很久了 很久了 这样子 嗯 十九分钟 我那个这边我就没有路了你们听那个啊 我看这个 可以吗 我看这个 很久了 有什么事啊 我不能做 我看这个 我有点 有什么事啊 我看这个 没什么事啊 我看这个 有什么事啊